你有啥绝火 5806 561 神佑加物理暴击击率 体内双加 这把武器好菜呀 这把武器好菜呀 把戏用不了 物理也他妈用不了 风系也他妈用不了 这个也是 那物理暴击击率和物理暴击伤害出的好委屈 哭的好击巴伤心 哦 这把行 这把行 这把有点小神 小神 记得原神吧 好了一个155级的一个武装罐 鉴定出了165武器 鉴定出了一个685 649 敏捷33魔力暂时无用的 一个武器 这把武器呢 是法系 法系不会用这种武器的 法系一定不会用 神木林没有带这种武器打负战的 首先神木林打这种武器的话 他没有神用 另外没有特技 另外他话伤害虽然高 但是他敏捷啊 法系大局率是用不上的 很难受啊 685除以3加649 这把武器加133.33 是1010.66 然后敏捷的话是33 魔王带不了剑 称0.67 加22.11 老板这把武器1032好难受啊 这把武器最好的归宿是单挑的魔方寸 但是想把这把武器发挥出威力的话 要从零级 从修炼0点到25 宠修0点到25 技能从130点到180 从杜洁再到华盛 从华盛再到华盛9 然后再给神器开孔 给坐骑弄到2.3433 再给预售术点满35 这个有点难受啊 有点难受 这武器吧 要是这个另外的33还有用的话 就值钱了 这把武器要利敏的话 1054的话就 如果这是一把1054的剑的话 就能卖上30多万了 1054的存剑利敏的话是能卖上30多万的 但是这个只是因为一个魔力 一死下缩满盘结束 差了一丢丢 1030多 还出了个永不磨损的衣服 这衣服一线 这衣服没毛病 这衣服加敏加体 这衣服就是细节无敌 随便摆 就是没点 老板你他妈点个套子啊 生死 拿生死1到9点个套子再扔上去 哇这军火真没少鉴定 好我们看一下 我们老板啊 那把剑是用什么原身打出来的 这个原身 他自己幻化出去的 然后摆在藏宝阁 没卖出去 577 557 552 出了专用给了个这啊 算是幸运还是不幸呢 他这是体力 然后的话 出了专用改变了原有的双家啊 老板确定是这个了啊 满伤原身啊 这个特效加体质啊 有人很好奇 为什么体质能拿出双家 当你出专用的时候 白板也能变成双家 加体质可能改成利敏啊 专用会改变原有的双家啊 649啊 再除一个看一下 这个啊 522 这样的话 武器爆了1.24 非专用也能爆到1.24 啊 伤害没有爆到极致 64685的命中 685的命中 除以557 命中1.2 也没极致 特技8%被吃了 这把武器 如果要是不专用这个属性就起飞了啊 不专用这个属性就起飞了 他妈的啊 我不要这个魔力 我把这个敏捷给我换成体质 然后特技我也不要 给我出个不专用的 专用这个就差点意思啊 像这种东西都是很难卖的了 这家伙三篮子 神又一修理 加物理包机 他是疯狂出这种啊 什么物理包机 物理包机 几率加神又 凝制加物理包机伤害 出最狠的篮子 卖最少的钱 三篮子 扇子 卖699 这么说吧 老板以前开兵力的 现在开特斯拉